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超级开心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第13颗盛开的大发肺兰 这一颗大发肺兰是 去年年底才拿回来的 从我表姐家拿回来的 因为是 前屋主留下来的 我表姐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有大发肺兰 我就很兴奋了 他们家有三盆 我每盆都有拿一个苗 等会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只有开一朵而已 等于开一个发肺而已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不同 超级开心的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有点那种垂状的 你看 真的是有惊喜 因为我表姐他们家自己还没开 我就先打开了 我就先开发了 好开心哦 它是不是很美 这个 我刚才闻了一下 有一点点那种 柠檬的香味 挺好闻的 那个味道我挺喜欢的 味道呢 味道呢不是很浓 你要凑进去 你闻的时候呢才闻得到 它这个花瓣呢 有点 立中代黄吧 然后唇盘是这样子 这个颜色真的挺雅的 挺好看的 这是第一次开花 一共开了九朵花 而且每一朵都开得很饱满 我拿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很糟糕 因为它那个 可能是 没有浇水嘛 然后它们没有换盆 那个 干干的 很多叶子都像这样子的 其实像这样子无所谓 到时候不好看 你就剪掉就好了 大花费蓝 在秋天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 光线要充足 才会 开花开得好 像我表姐她们呢 没有光线很充足 她也一样给它放在树叶下 所以它 其实要不然它是 整盆的 不像我这样子给它 掰开的 它应该是会开花的时候 就是可能是因为光线不足 所以呢 秋天的时候光线不足 所以没开花 越看越喜欢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竹子 大花费蓝其实真的是很好种的 我这一个回来的时候呢 就三个梗而已 这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呢 一个梗长了 两个小苗 这一个跟这个 这两个梗呢 没有长小苗 反而划除了 划长了一个花梗 这个是我妈帮我种的 因为我拿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要上班 这个有一点不好 就是种的太深了一点点 还好大花费蓝真的是很容易很容易的 很容易很容易就会养活了 所以呢 它比较无所谓 是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啊 我超级超级喜欢的 这个就是我今年 第十三颗盛开的大花费蓝 有柠檬香味的 好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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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